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可以说是战国一声污点的时间为代表 对世界政府决策的信任和执行 也让战国一步步地从底层海军走上了海军原射的位置 而除了忠诚固执的任务执行之外 能坐上最高的海军位置 战国身上当然也还具备着更多强大的特质 如果说伟天将海宗罗继的祖敌 设定成了海军英雄卡普 但在大海的时代被与为致降的战国 则就是世界最强男白胡子的祖敌 只不过除了命令吃犬 既是挑拨大欧之助斯国亚德 侧反白胡子的无知手段之外 战国的顶上之战中 手中尾有的王牌也确实要夺为白胡子 考虑的双方 实力不对等的实际因素 即便海军赢得了顶上之战所谓的胜利 但也不能说是白胡子输给了战国 而实际上 不管是对白胡子 世界最强男人的评价 以及在顶上之战后期 当一红方的提议 将白胡子的尸体 交给海贼一方的这些事件 其实都可以看出 即便是一生的宿敌 战国也依旧非常尊重 白胡子这个伟大的对手 在宣布停战并很快接到 推进城被黑胡子一回洗劫 大量囚犯都消失不见的消息后 为了防止逃走的囚犯乱世 未被下达通缉令时 战国却得到了世界政府 为了不将丑闻外扬 而封锁LV6的囚犯 拥有的命令 这个事件不但让 这以后布置的战国切分不已 也最终导致了他后来 紧跟在卡普之后 前去向世界政府总局统帅 辞去海军元帅制止的事件 而做这个事件 包括在当时 推荐轻质 而不是对日文的执行 更加彻底的吃全 成为下人元帅的这个细节 其实就可以反映出 经历大海贼时代 以及通过在海军内部的升迁 对世界政府背后真相的更多了解后 战国已经和20年前 完全信任世界政府决策的 发动图模令时期的大为不同 而在两年后 完全和卡普一样的 玩玩图模样的登场中 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到一些 除了性格变得 与世无争之外 战国在海军的立场上 已经和世界政府背后力量 从完全信任和服从 变为甚至是相对立的改变 结合当英伟曾经的下属克拉松 在德里斯罗撒平结尾 和罗的对话 我们也不难发现 战国有可能就是知道 历史中帝的秘密的人物之一 以战国的端上来说 只要他愿意 完全就可以将 对方世界政府的前妻伍卡罗 就帝政法 但他去让罗 遵循克拉松的意愿 自由自在地活下去 并且放走了和卡普的孙子 已经混在一起 同样也是帝德罗 对于帝职一族的作为 战国似乎作为一种 暗中纵容的意思 而如果我们再结合帝职一族 剑指世界政府背后天龙人的 这个可能的离世使命 也就不能理解战国的这些行为 在两年后 这讲战国 七局的终点 以及所奉行的海军正义 可能就不只是针对海贼 而是还要针对 给海装世界 真的带来危害和压迫的 世界政府背后天龙人的统治 而他的两位部下的作为 也就是吃血对吴老星的顶撞 以及亲自对世界政府的背叛 可能也都反映了 以战国为代表的 在海东世界中真正的海军正义 说到最后 我们再来到 这位海军前元帅的实力问题 在海东观光的 《生命积乐卡书》中 海军英雄卡普 以及单条白胡子的 现海军元帅赤犬 这两位我们曾经吹捧 都会拥有霸王色的最强海军 却都没有表明拥有霸王色 而海军前元帅战国 在这目前为止 唯一的明确说明 拥有三色霸气的海军人物 再加上他所持有的 拥有而强大的 仍然国是幻兽种大方形态 最让这位 王者资质和智慧并存的 幻兽种阿摩国是能力者 拥有了在海中世界中 最豪华和完善的战力配备 除了早年间和卡普一起打败 金狮子的 这个有些欺负人的事件之外 在地上战战中 变换成大方形态 以一戒出镜波 加黑胡子一伙 全重创的事件 更是完全暴露了 战国除了智江实力之外 还拥有的对三体别的武力实力 以卡普在当时还未真正出手 战国才刚开始发威 三岸海军打架 能继续再战 尤其谎言 还是懒洋洋的情况来说 如果不是红发及时出现 遏制住了所有人的事态 那挑衅战国的 自负黑胡子 完全就有可能在地上之战中 你拉到曾经的 金狮子一样的结局 综合这些因素来说 在44期海中专题中 我们所提到的 包括罗杰 卡普 白胡子战内的 海中传奇强者的区间中 应该就要给战国留下一个位置 从对海军的过去 包括未来的影响而言 已经退位 但一旧可能还是 海军总部大脑的 海军前扬帅战国 可能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海中世界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中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